三国正式中真正的顶级猛将 只有这四人 其他人不知一提 三国正式中真正的顶级猛将 只有这四人 其他人都不知一提 你知道这四人是谁吗 一说起三国猛将 众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吕布和赵云 毕竟一吕二召三点位的说法 早已流传民间 然而事实上 吕布赵云虽然在演艺中英勇无敌 但在正式中 他们却根本排不上号 三国正式中 真正能以一笛百的顶级猛将 只有以下四个 第四 文央 大多数人了解三国 都是通过的三国演艺 而文央在三国演艺中的出场非常晚 戏份又比较少 所以不少人都忽略了文央 认为他就是一般的猛将 然而我们从罗冠中 对文央的称呼便可以发现 文央绝对是隐藏级的大佬 三国演艺中 文央父子由于不满司马家当政 率军进攻司马师 夜幕之中 文央带队冲击司马师大营 直接打了司马师 一个措手不及 遗憾的是 文央的父亲文青迷雾 没能及时提供援助 所以文央最终 只能选择撤退 而就在撤退途中 文央爆发了超强的战斗力 卫军被文央偷袭一阵 觉得丢了面子 所以文央撤退时 他们一直紧紧跟随 这可把文央给惹怒了 于是文央反身杀了回去 直接将魏军击溃 见魏军被击溃 文央继续撤退 没过一会儿 魏军又追了上来 文央继续反身拼杀 如此数次 魏军终于被打得再也不敢追击了 原文 魏将连锥四五番 皆被文央一人杀退 瞧瞧文央的这份战绩 怪不得罗冠中称呼的小赵云呢 这可是实打实的七进七出 更令人惊讶的是 文央的这项战绩 并不是演绎虚构的 正史中的文央 同样打出了如此夸张的战绩 自治通鉴 央以提马入数千骑中 折杀伤百余人 乃出如此折六七 追其莫敢逼 根据自治通鉴的记载 文央数次单枪提马的 杀进魏军阵营中 每一次都杀伤百余人 以至于魏军都不敢追击了 如此夸张的战绩 令人惊叹 单凭这份战绩 文央足以成为三国 真正的顶级猛将 很多人疑惑了 既然文央这么强 一个人就可以打上千人 为啥没将他排名第一呢 为何他只能排名第四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文央的这份战绩记载 出自于资质通鉴 资质通鉴成熟时间和三国时期 相隔了七百余年 且在三国之中并无相关记载 所以就我不敢完全相信这份记载 但资质通鉴又确实属于正式 所以我们只能取一个折中的办法 将文央排在三国顶级猛将中的第四 第三 张辽 以说起曹操手下的猛将 众人的第一反应 必定是许楚和点为 然而这其实都是三国演义搞出来的 在正式中 曹操手下的第一猛将当属张辽 还在吕布手下时 张辽就已经显示出了超强的战斗力 加入曹操阵营后 张辽更如龙辱大海 多次立下 令人惊叹的战功 征讨乌环时 曹操带着先锋部队和乌环大军偶遇 由于大部队还没有跟上来 曹营中将都建议曹操避锋芒 但是张辽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张辽认为 虽然曹军的大部队还没有跟上来 但由于是突然遭遇 所以乌环军队也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这个时候 如果曹军对乌环发动突然袭击 必定能够取得奇效 经过一番思考 曹操同意了张辽的计划 并将大军指挥权交给了张辽 而最终的战国也确实如张辽所料 乌环大军直接被打崩了 乌环缠鱼更是与此战被斩 如果说大破乌环 让张辽开始声名显赫起来 那么合肥之战 则直接让张辽扬名天下 当时孙权率军十万进攻合肥 而合肥则只有数千守军 面对这种必败的战局 曹军的士气都被吓没了 见此情况 张辽力排众议 决定主动出击 攻打乌军大营 张辽率领八百勇士 直冲乌军大营 直接打了乌军一个措手不及 就连孙权都被吓得躲了起来 虽然乌军号称有十万 但他们愣是拿张辽没有办法 更无法挡住张辽的进攻步伐 孙权要不是躲得快 都差点被张辽给生擒了 最后 在十万乌军中冲杀一番后 张辽成功回到几方阵营 领曹营士气大阵 毕竟十万乌军都挡不住张辽 他们还怕乌军干啥 总的来说 大破乌环和合肥之战中 张辽都是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战局 如果没有他 曹军不可能赢得这两次大胜 所以说 张辽被称之为顶级猛将 实至名归 第二 张飞 三国演绎中的张飞 以勇猛著称 而在正史中 张飞的猛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三国正史中 对于张飞前几十年的记载比较少 这让不少人觉得 张飞似乎也就一般般 他的名号都是吹出来的 然而我们从曹营众人的评价来看 张飞确实是真正的顶级猛将 曹操和刘备士生死大敌 按照常理来说 曹营众人对张飞的评价 不会太过阿谀奉承 他们甚至还有可能贬低张飞 然而细看史书的记载 我们便会发现 曹营众人对张飞的评价 远超众人的想象 郭家是曹操手下 最出名的谋士之一 他对张飞的评价是 张飞 关于者 皆万人之敌也 成玉 同样是曹操手下 最出名的谋士之一 他对张飞的评价是 关于 张飞皆万人敌也 而曹操手下的 另一个著名谋士刘叶 对张飞的评价 也是类似的 关于 张飞永贯三军而为将 很明显 曹营上层对于张飞的评价 是非常高的 无独有偶 同样非常敌视 刘备集团的周瑜 对于张飞的评价也是类似的 关于 张飞雄虎之将 必非九屈为人用者 从众多敌人 对张飞的评价来看 张飞确实是一员 不可多得的顶级猛将 而之所以史书中 关于张飞战绩的记载非常少 我想大概是因为 刘备前期混得比较惨 张飞跟着的颠沛流离 许多战绩没有被记录下来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从长坂坡之战 看出张飞的勇猛 一说起长坂坡之战 众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勇猛的赵云 然而正史中 此战中表现最猛的 其实是张飞 当时曹军对刘备紧追不舍 为了给刘备争下一条活路 张飞直接留下来断后了 三国志 飞聚水断桥 称木横茅曰 身是张义得也 可来共决死 嫡劫无感尽者 顾遂得勉 张飞就带着二十个手下断后 却拦住了数倍于己的曹军 使得他们不敢追击 令人惊叹 难不成这些曹军 都是久囊反代 事实上 追击刘备的这些曹军 并非普通人 他们都是曹操手下 最精锐的虎豹旗 都是百里挑一的梦士 这些人战斗力超强 简直可以称为 曹操手下的特种部队 然而如此强悍的虎豹旗 面对张飞的挑衅时 却怂了 可见张飞是多么的凶猛 伯克起的说 在此之前 虎豹旗绝对和张飞交过手 要不然 他们不会对张飞如此忌惮 罗冠中在撰写三国演义时 注意到了 张飞距水断桥的这个情节 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他不敢想象 正史中的张飞 究竟有多猛 竟然能下的虎豹旗 都不敢出战 以至于 他在三国演义中 把虎豹旗不敢出战的原因 归结于张飞使用的计谋 无形中弱化了张飞的汉勇 第一 关羽 很多人看到关羽被排在第一位 都非常不服气 认为在下排 那么接下来 我们便来看看 关羽无敌的战绩 关羽和张飞一样 都被众多敌人称赞 整个三国政史中 就只有两人被称为万人敌 这便是关羽和张飞 而陈寿在编撰 三国志时 也曾评价过关羽张飞的武力 飞雄壮威猛 亚于关羽 从当时的众人评价可以看出 关羽是妥妥的顶级猛将 他比张飞还猛 那么问题来了 关羽到底猛在了哪里呢 关羽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来看看白马坡之战 在三国演义中 关羽斩炎梁的故事 被不少人鄙视 因为从原文的方域问世 以及措手不及等字眼来看 关羽斩杀炎梁之战 涉嫌偷袭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不少人都非常不喜欢关羽 认为关羽只会玩偷袭 他正面作战并不怎么样 然而事实上 三国演义完全弱化了关羽 正史中的关羽 比演义中厉害多了 他在白马之中的表现 令天下震惊 三国志 欲望见梁挥盖 策马赐梁于万众之中 斩其手环 扫朱将莫能当者 遂其也白马为 关羽斩炎梁的故事 发生在大白天 也就是说关羽 根本没有夜袭炎梁的条件 关羽是在看到炎梁的挥盖 确定了炎梁的大概位置后 直接冲杀过去的 而在此过程中 炎梁手下朱将 根本挡不住关羽 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 关羽斩杀炎梁 还从容地 将炎梁的首级割下 潇洒离去 令人惊叹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军队可以被击败 但主帅不能死 主帅被斩 其余人都是要连坐的 在这种情况下 炎梁手下的将领 不可能不卖力作战 然而即便如此 他们仍然挡不住关羽 甚至无法阻拦关羽的离去 可见关羽是多么的凶猛 这就好比合肥之战中 张辽冲进乌军大营 直接把孙权砍了 孙权的那些手下 根本挡不住 最终张辽潇洒而还 吴军彻底大败 以一己之力 斩杀敌方主帅 打得敌军溃败 改变战局 此等战绩 何人能比 总的来说 三国政史中 真正的顶级猛将 只有关羽 张飞 张辽 文央四人 其他人都不知一提 主要参考 三国制 资质通鉴 文央四人 EZ 感谢观看